而2010年的时候 我发愿做守善女 那家隐师姐鼓励我 通常她的法门就是 你要叫人家做 你要先做 那几年我比较没那么宽裕 家隐跟我说 因为她每天脑袋都在想 怎么样去让人家发愿 然后怎么去成就人家 那个上人在关渡睡末祝福 第二天他就来跟我说 你这样子你一个月捐一万块 你儿子捐一万 他帮我捐一万 我听他这样讲 我说你都这样做了 我当然要答应啊 我当然要发愿 儿子那一年 刚刚从外面的职场回到晋时 在桃园苏宣上班 所以租房子 八千块一个月 然后捐一万 他们刚进来也就比 基本工资好一点点 所以 家在家进食堂不得急 所以他还可以这样扶持 但是我就开始想 翻箱倒柜家里有什么可以卖的 我们家有一个果灰塔位 买的时候五万块 二十多年前 在流行 想要将来可以增值啊 咱们我孙女好像买一台而已 不然到现在不晓得要怎么办 然后我就发了email 给十几个师兄师姐 那时候还没有line 我就说 我因为发愿这样这样这样 想找点圆满 不晓得有没有人需要 那有一个师姐 她马上回我信 她说我实在有够给你感动 我来买啦 然后我们两个就去办了 过户手续五万块 然后 我当然也很喜欢 有一些仿骨的家具啦 或者庄严的佛像 可是那时候再捐荣荣的时候 也没有多余的钱 每一次看拍卖艺卖 我也很心动 慈师傅那一次乙卖啊 我就看到有一尊佛像 地藏王菩萨 因为是瑕疵啊 它上面这个也掉了 然后金刚柱也掉了 那个环都掉了 在台子上 就很便宜乙卖 我就把它请回家 我儿子就黏一黏 时不时就掉下来一下 再黏一下 那 有一次 把圆满了以后 我就请了一尊 义卖的佛像 半生的观世音 很庄严 那这时候呢 我就想 把它请出来义卖 刚好 在一个义卖场合 我把它请出来 那我母亲呢 就看到有个师姐 好喜欢 左看右看说 哦 好庄严哦 无够庄严 然后我请两万块了 我猛鸡说 你喜欢什么 卖你五万 就这样 又五万 我就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 那一段时间 有一个好朋友 在很多年前 跟我借了一些钱 她运气好 那时候我刚好 手上有一点闲钱 那我想 地下钱庄都追过来了 我就借给她 我也没打算 她会还我 后来她知道 我在捐这个溶洞 她就分几次 把钱还给我 所以我七个月 把这个溶洞圆满了 那在 捐这个溶洞的时候呢 我有一次分享 在东区会所 我就讲这一段 以前我都要出去 我从大学毕业 就出去给人家洗头发 年轻时候 我自然卷 所以自己很难吹 哦 我要花一个半钟头 去吹头发 发拉头 所以我前面照片 那个就是发拉头 我师兄认识我的时候 是发拉头 其实他不喜欢 然后 要捐这个溶洞开始 我就没有出去洗头 虽然以前觉得 哎呀 一个月不够一两千块嘛 也没什么帮助 但是那时候想 能省就赶快省 这就行 然后 请不吝点一下 过去